抱着怀疑的态度 鲁迪他来到了坎普夫人的房子 刚巧在他用钥匙开门时 有电话打了进来 是天马 鲁迪等候很久的天马 这么看的话 这一期的副标题很有内涵 尤根斯的储藏室 与天马结束动画后 他立刻给警局打了个电话 他约好了天马 晚上八点 在迪奥尔公园的喷水池见面 说到自己时 他坦言 自己在自己的研究对象 连续杀人犯尤根斯的 最后翻案现场 坎普夫人的房子里 电话挂断前 他再次重申 他想用天马为研究对象一试 说话间 他来到了二楼 并打开了录音机 这里是卧室 是两年前尤根斯杀害坎普夫人的地铁 虽然现场整理一番 但是墙上仍有未消的血迹 而房子现在是死者的侄子所有 但是事后一直的闲置 这里有个重要讯息 我给大家点出 就是两年前 这位坎普夫人一人独居 先生是位资产家 但是过世很早 没有任何子女 随后鲁迪要去地下室 他要去揭穿尤根斯的谎言 下楼时 他的脑海里是当时尤根斯的那些话 但是很明显 他抱有偏见 他先入为主了 来到地下室 赵丽坐着记录 他现在正是逆着走尤根斯的犯罪路径 因为按照尤根斯的供词 案发时 他是先潜入了这个地下室 在经过几个小时后 等堪普夫人一回家 就闯进二楼的卧室犯罪的 并且这里的电灯坏了 随后鲁迪打开了手电筒 他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不过四周的柜子上布满了相框 很多很多的相框 里面全是坎普夫人的照片 突然鲁迪他被吓到了 一个洋娃娃 长头发 大眼睛的洋娃娃 所以以上所述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这里并没有什么尤根斯所谓的证据 所以鲁迪慢慢的往上走 边走边认定 尤根斯的第十二起案件 果然是为了混淆方向 他的犯罪特征就是十六至十八岁的少女 但是坎普夫人年纪大 遗体也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 尤根斯还说是受某位朋友所托 而且他还称呼那名友人为怪物 这简直就是想将自己这个精神分析师 引入迷宫啊 但是说到这儿 他想到了什么 他突然停下并回身 洋娃娃 他立刻开始在自己的包里翻着 很快一盒录音带被找出 他开始回放 那是尤根斯的字数 他小时候每天都会被母亲打个半死 挨打的地方就是一间昏暗的地下储藏室 那里有个自己妈妈非常宝贝的大洋娃娃 长头发 女洋娃娃 每次自己一边挨打 一边向着那个洋娃娃求救 但是他只是在黑暗中冷冷的笑着 看着自己被妈妈打了 那种地方自己是不想回去的 而那个储藏室里有很多很多很多自己和妈妈的合影照片 放眼望去全是妈妈妈妈 他就一直在监视着自己 所以这里 这里不就是尤根斯的储藏室吗 鲁迪此时是遍体伤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尤根斯在杀人当天潜入了这里好几个小时 所以将这里布置成和自己小时候的储藏是一模一样吗 但是当手电筒靠近相框时 他察觉出了不对劲 他呆呆地看着照片 随后又一次地在自己包里翻找 他翻出了一张照片并慢慢地比对 自己手里的和相框里的一模一样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的尤根斯小时候的他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坎普夫人的 他在18岁前一直在扎尔兰多 而那时坎普夫人也是一人独居的 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些照片每一张的头和身体很怪异 他拆开相框后发现这是合成的 那只是将尤根斯小时候的脸贴上去的 但是这么说的话 鲁迪将尤根斯的脸撕下 他不死心又拆开一个 结果也是一样 就这样他一个个地拆一张张地确认 所有的照片脸都被割开 但是坎普夫人明明是没有孩子的 那么这个少年他到底是谁啊 看着自己的公事包 鲁迪开始疯狂地翻找 并一个个地否认 最后他找出了自己想要的那盒带子 是之前在监狱里发生冲突时的那一卷 尤根斯说那里有证据能证明 怪物确实实是存在的 自己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啊 自己是按照我的朋友写来的信去做的 对 有一天自己的住处出现了一封 没有寄信人和收信人的空白信封 里面写着他很了解自己 对自己的印象很好之类的 好像和自己有多么的熟络一样 但是最初自己的感觉就是火大 也就是从那时起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封信 他是专门寄来骚扰自己的信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 自己竟然变得翘首以盼他的来信 因为看到那些信件的到来 很开心 那时候自己就想 他或许真的是自己的朋友吧 然而有一天他寄信找自己出去 去一间房子的地下储藏室里看看 对 就是坎普夫人家的储藏室 好半天 尤根斯疑惑的说 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 他为何会知道自己小时候的事啊 在那里 在坎普夫人的地下室里 自己被搞混乱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坎普夫人 难道是自己的妈妈吗 等自己恢复理智的时候 人已经走到了二楼 将坎普夫人 鲁迪看着照片 这个人 这个朋友 难道是真实存在的人吗 信 他突然想到 尤根斯说到的那些信 鲁迪抬头向楼上跑去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个朋友 很可能 也给坎普夫人寄了信 来到楼上一阵翻找 是有一些信件 但是都不是 最终在角落里 有一锣 真正的一锣 信封空白 没有寄信人 没有收件人 鲁迪慢慢地抽出了一封 仔细看过后 他是震惊不已 随后 他一封封地拆 一封封地看 但是 每个都一样 和天马那天 带过来的那两张纸 一模一样 这些 全是约翰 留给天马的留言 但是这么一堆 一模一样内容的信件 却出现在这儿 题外话 我再说个 更恐怖的事吧 这些信件 是两年前 出现在这儿的 面对着这些信件和照片 鲁迪现在觉得 这个朋友 这个约翰 是真实的 这些信件和照片